上帝的话语马可福音五章二十一节到三十四节 二十一节到三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 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 他正在海边上 有一个管会堂的人 名叫亚鲁来见耶稣 就俯伏在他脚前 再三地求他说 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 求你去按守在他身上 使他痊愈 得以活了 耶稣就和他同去 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 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 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 又花见了他所有的 一点也不见好 病逝反倒更重了 他听见耶稣的事 就从后头来 砸在众人中间 摸耶稣的衣裳 意思说 我只摸他的衣裳 就必痊愈 于是他血漏的源头 立刻干了 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 耶稣顿时心里觉得 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 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 谁摸我的衣裳 门徒对他说 你看众人拥挤你 还说谁摸我吗 耶稣周围观看 要见做这事的众人 做这事的女人 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 就恐惧占惊 来俯伏在耶稣跟前 将实情全告诉他 耶稣对他说 女儿 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地回去吧 你的灾病痊愈了 阿们 你的信救了你 我们一起 为了领受今天的话语而祷告吧 感谢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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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帮助 为了释放这话语而实用的你的仆人 让我依靠你充满的能力 来释放你的话语 也让我们的圣徒们 在你的感动下 一同来领受这话语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你的信救你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讲章 上帝是天父 他既将 他既将 他既将莫大的救恩赐给世人 相信他名的人 就得永生 上帝的耶稿 上帝的耶稿 上帝的旨意 上帝的旨意是我们的信 上帝的道是我们的信 以满内力的他 是我们的信 上帝所赐的权柄能力 是我们的信 上帝所赐的信 让我们做上帝的儿子 所做的事 甚至做更大的事 故此 信的人凡事都能 要使用上帝所赐的信 也要因此得到自由 耶稣用话语医治疾病 用话语赶足乌鬼 耶稣按手的时候得到医治 摸了耶稣的人也得到医治 上帝的国不在乎言语 乃在乎全能 上帝赐给我们圣灵 是为了彰显上帝的事 耶稣在传道的时候 常常进行医病赶鬼的施工 这就是基督教会的实相 只有伦理与道德 却没有能力 那是宗教 宗教只能叫人积德 却不能叫人得永生 到头来一场空 我们的信是实相 无论何时何地 都能依靠耶稣的能力 我们的信在乎能力 阿们 我们是寻求帮助的存在 我们活在这世上的期间 需要帮助 在这个世上 我们会碰到很多的问题 遇到很多的挑战 肉体生病 这只是我们所遇到的 很多问题当中的一种 我们活在这世上 随时都有可能受到 危险 还有生命的威胁 我们要面对很多的 争战 有很多的挑战 有的人想 一样一样地去对付 这就是人生 从来不去考虑 为什么这样的事 会发生在我身上 其实我们对此 应该有深入的认识 了解 要知道 在我们周围 有很多因素 置我们于死地 用眼睛看不到的 或者说 就是说 更大的问题 眼睛所看不到的 更大的问题 可能现在 摆在我们面前 只是我们看不见他 在这世上 只有感到绝望的人 知道如果没有上帝的帮助 我就无法活 我需要上帝的帮助 我切实地需要上帝 这样的人 才能得到上帝的帮助 就是说 迫切地 感觉到自己需要帮助 需要上帝的帮助 需要主 这样的人 他会寻求上帝的帮助 他会去紧紧地抓住主 相反 不觉得自己需要上帝 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切实的需求 这样的人 也不会紧紧去抓住上帝 他的意志并不在上帝那里 上帝 上帝唯独帮助的是 认识到自己无法存在 需要上帝帮助的人 上帝 上帝 临到这样的人那里 耶稣 来到这地上 就是因为知道 人若没有 他就只有灭亡 他来就是为了拯救 意识到 如果没有 耶稣 就只有灭亡的人那里 为了拯救这样的人 我需要上帝的帮助 我需要上帝 我自己所做的一切 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 只有上帝能完全地拯救我 帮助 这样可慕的人 能够得到上帝的帮助 有的人不是依靠这样主的帮助 而是想靠着其他的方法 靠着人的智慧或者是其他的手段 来解决问题 这样的人 这样的想法呢 可能会扭曲 我们所信的福音 我举个例子来说 有一个人 他因为因信得救了 他相信主 所以得救了 当他信的时候 他认为 我已经得救了 那么 既然我信了主 我就有能力 这能力就会一直跟随我 一个刚信耶稣的人 他因为信 而得救了 他认为我得救了 那么既然我有信心 那么 我信的时候 上帝的能力 就已经给了我 从此以后 只要我遇到问题 我就可以把我里面的这个能力掏出来使用就行 遇到问题了 那我就使用我的信心 然后让我这个信心所伴随的能力显出来 通过我 显出来帮助我 脱离这个问题 如果这样说 其实也不存在问题 也没错 但是 但是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一想 有的 这样的人会误以为是 不需要上帝 我自己里面的能力就能救我 不再需要上帝了 我里面的这个能力就能够救我 但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有拯救我们的那位 与我们同在的主 他是拯救我们的主 上帝拯救我们的这所有的施工 都是耶稣亲自来做的 并不是脱离耶稣 然后有什么能力 就单独在我们里面做工 不是这样的 我们常常要面对很多的困难 很多的问题 我举一个例子 就举这个疾病的例子吧 那生病来说 一个人因为生病 很痛苦 再怎么想办法 也没有医好 那有的人就判断他 说上帝给你能力了 你怎么不使用 在你里面的能力呀 就判断这个人 看来你的信心不够 你的信心小 还没有信心 所以没有能力 来医治自己的病 想一下 假设 这个生病的人 他的信仰生活呢 过得一团糟 他违背主的命令 在教会里面也是 总是骚扰别人 为难他人 虽然信了耶稣 但是他的老一套 老我还是在他那里 做错了事 也不悔改 还是去 总是去攻击别人 折磨别人 甚至是攻击到教会 他也不悔改 他也没有侍奉教会 侍奉主的生活 而他如果不在乎 如果不在乎这些 能力已经在他里面了 那难道说 不管他的信仰生活 过得怎么糟糕 他都可以使用上帝的能力 不是这样的 他在攻击主的教会 而他自己里面 还能充满能力 这像话吗 不是这样的 我们不要这样的误解 不要误会 我们好像没有上帝 我们也可以解决问题 我们也可以活 不是说能力 都已经在我里面了 需要的时候 掏出来用就行了 不是的 而是有上帝 要在这个现场 亲自做工 帮助我们才行 那上帝帮助什么样的人 合乎他心意的人 树林上 配得 这领受帮助的人 有上帝 所喜悦的 那个信的人 上帝所承认的 那个洁净的心灵 那样的信心 这个时候上帝才会帮助他 不然是不会帮助的 拯救我们的是耶稣基督 而不是我们自己 不是说我们常说 我的信救了我 这话也没错 可以这样说 但是准确的来说 是耶稣基督救了我 把我们从邪恶章当中拯救出来 救我们脱离凶恶 这是耶稣基督在帮助我们 不叫自己遇见试探 不叫自己陷入凶恶当中 靠着人的能力做不到 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叫我们做到 他在我们里面 他所做的事 就是在我们依靠他的时候 他就将能力供应给我们 我们在这世上碰到的 很多的危机 要叫我们灭亡的那些因素呢 他们总是在我们周围盘旋 叫我们的肉体也灭亡 最终叫我们的灵魂也灭亡 那就我们脱离 这灭亡的是耶稣基督 而不是他分给我们的能力 单独在我们里面的能力 还有我们强调说 我们有信 我们要信 信 其实 这是一个很模糊 很庞大的概念 信到底是什么 我们要信的很多 怎么就能用一个词来概括 一说到信 里面包括的 我们要信的太多了 有话语说 而只要有信 就能 而行出神迹 就能 怎么样 总是这样的 总是这样的用一句话来表达 用一句话来概括 但其实我们 所信的内容 特别多 很多 我们没有办法 把我们所信的 一下子都说出来 所以就只是用 信这一个词来说 但不能想得太简单 我们就用信 我们就用信这一个词来概括了我们所有的信仰 其实我们如果把这个信大致分为两个部分的话 两个种类的话 第一种可以说是属灵的知识 属灵的知识 就是关于上帝的知识 上帝是创造这一切的 而在创造天地以前 永远以前 他就已经存在 他也进行了拯救的施工 赎了我们的罪 如今他也在做工 在最后的那日 上帝会审判私人活人 还会做最后的结尾结束 我们信这一切 这就是关于上帝的所有的知识 我们相信这些 这是一个种类 再有一个种类的信是什么 就是上帝会拯救 会救我们 耶稣基督是上帝 拆给我们的救助 旧约虽然很厚 有很多内容 但是他预示的都是 耶稣基督 上帝所给我们的耶稣基督 上帝的计划 就是要把耶稣基督给我们 这是我们里面的信 因着信耶稣的这个信呢 我们的灵魂 可以脱离灭亡 还有 在树林上 我有缺乏的时候 耶稣会帮助我 他会帮助我 满足我的 不足 还有当我遇到什么 被离间的事 受逼迫的事 或者受到妨碍等等 或者是受苦难的时候 我会靠着主得以完全 我可以胜过 因着耶稣基督 因着我的救助 我可以胜过那些 想要使我灭亡的因素 我相信这一点 也就是相信 主会帮助我 我们的上帝会帮助我 我相信他是我的帮助者 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 这是哪一方面的例子 是第二方面 也就是关于主耶稣基督的信 主所要求的信 是什么呢 就是可目需要 迫切地需要救恩的存在 主为了这样的存在 而显现 将能力显出来 如果不是绝望 不是迫切地需要主 那么主也不 主也不会向他显现 也不会做他的救主 只有承认 只有承认 只有主才能够拯救我 他是我的救主 只有他能救我 耶稣基督向 让这样的人显现 承认这样的人的信 通过今天所读的经文 那里可以知道 这样这一点 我们靠着自己能活吗 人们哪怕是信的人 也觉得 有一些人也觉得 没有上帝也可以活 看看他们的想法 他们的举止行为 好像没有上帝 他们也可以 可以活 他们不是绝对的需要者 但 主不是为了这样的人而来 他来是为了拯救那些 面临灭亡 渴慕迫切地需要救恩的人 在绝望当中的人 如果不绝望的话 那主也无法帮助他 只有渴慕需要主的人 主才会帮助他 不管人在这世上的物质环境怎么样 物质的问题怎么样 关键是你的灵魂 你能不能说 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主 我可以 你的本质是什么 你能够避免着地狱的灭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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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 避免罪人的咒诅吗 就是关于我们的信 不是一种什么超向的想法 那种超向的想法 是救不了我的 没有办法救我们 也不是 我只要怎么怎么样做 然后就能够脱离灭亡 而是真正地意识到 真正地睁开眼睛 发现到 我真的是要灭亡 我在树林方面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活 主啊 求你救我 求你做我的盼望 求你做我的未来 求你 为我的人生负责 就这样 就是这罪人要能够与 拯救自己的主 完全地相遇才行 把自己完全地交托给主 我们的信是什么 信是什么 除了上帝 除了神 没有谁能帮助我 我们的神能以帮助我 他能以帮助我 对我来说 除了上帝 没有别的希望 他能帮助我 只有他能帮助我 对于需要救恩的人 他所使用的信 可以让主在他身上做工 就是 如果你没有这种渴慕 渴慕救恩的心 没有渴慕的心 的话 那么主无法 在你身上做工 只有切实地需要主 可慕主的帮助 需要主的人 对他来说 唯一的盼望 这个将要灭的灯火 能够把它 维持下去的 只有主 总之 不能把这个 信 或者是 能力 当作一种 什么 特别的技术 而是要想到 我认识到 要是能够 要能够认识到 我没有上帝 就只有灭亡 这是我们能够 与主相遇 能够得到 他帮助的 第一步 这是我能够 拯救自己的 唯一的意志 我没有上帝 就无法活 在我们所得到的 上帝的帮助当中 有一个 就是神迹 就是神迹 配得领受上帝帮助的人 主会在他身上 做工 行出神迹 那么我们的属灵状态 要能够让上帝满意 合乎上帝的心意 不要想 我信耶稣了 我有信心 所以我也有能力了 谁也不敢碰我 谁也不能攻击我 我有能力 不是这样的 那这样的人呢 哪怕是攻击教会的 他也主张说 自己有能力 很多能力 只有绝对 依靠上帝的人 上帝才会帮助他 通过他 显出能力 显出神迹 这医病的问题呢 神迹啊 这并不是仅仅是 我们眼睛可以干到的 一些现象 还有这是属灵的问题 我们的行为 会证明我们的属灵状态 是怎样的 我们遇到问题 遭遇疾病 其实很多时候 都是因为 人是不完全的 所以才这样 这个世上 这个世界 本来就是不完全的 在这宇宙里面的一切 都是不完全的 为什么不完全 因为这个世界 没有上帝 所以 他是不完全的 这世界是不完全的 这个世界 要加上 耶稣基督 才行 可是人如果觉得 我可以自己活着 我不需要 耶稣基督 那就只能 这样活着 我们的属灵状态 是不完全的 是出在 不完全的状态下 不是能够 安逸地 享受 可以平平安的 而是需要 警醒 不要被 恶者所攻击 我要守护我的灵魂 因为灵魂 是不完全的 那我要 努力 不要让 咒诅 临到我 那这样 我是做不到的 需要主 来保护我 才行 稍不小心 咒诅 就会 临到我 我们在这世上的期间 咒诅会不断地 做工 在我们里面 那 我们的救主 上帝 要帮助我 我才能够 避免受这样的咒诅 仇敌 通过疾病 侵蚀 伤害等等 给我们带来 灭亡 让我们的属灵生活 给我们的属灵生活 带来很大的妨碍 从这个角度来说 信 其实 在乎的是 这个人的状态 这个 这个人的姿态 态度问题 而不是说 只要脑子 脑子里面说信 主张信就行 就是我的每一天 我的每一天 都要有主 在帮助我 应该有这样的状态 出在这样的状态里 换句话说 我们在主面前 应该有诚实的态度 这才叫信 人在绝望当中 会遇见主 不绝望的人 也不会觉得需要主 我们要意识到自己 是什么样的存在 一定要意识到这一点 就是我这个存在 一定要加上耶稣基督 因为我是不完全的 一定要有耶稣基督 我们要知道这一点 如果意识不到 自己是在绝望当中的 就无法遇见上帝 只有渴慕耶稣基督 因着耶稣基督而 就是非常的盼望主 这样的人才能够遇见主 得到主的帮助 愿大家都成为这样的人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 每一天 在我们的生活的 每一天当中 都能够有这样的 纯粹的 在主面前 诚实 渴慕的心 依靠主的心 愿大家都有这样的心 哈利路亚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今天所读的经文 耶稣基督 到了哥拉斯人的地方 那里的人拒绝他 让他离开那里 所以他就过了加利利海 到了加白农 也就是西边 到了加利利海西边 发现这里已经有很多人 在等待主 大部分都是生病的人 都希望自己的病得医治 他们希望主能够帮助他们 所以主一到 他们就已经聚集在那里了 那个时候有一个人 他是管会堂的 叫亚鲁 他来见耶稣 说他的女儿快要死了 希望主去救他的女儿 就这样 他恳切地要求 再三地求主 主就决心到他家去 当时跟随他周围聚集的人 太多了 所以路都被堵住了 在主周围 就是有太多的人 拥挤他 就这样 这么多人一起往前走 虽然速度很慢 不断地在往前走 这个时候 在这么多人的后面 有一个人 偷偷地跟在后面 这个人呢 他是偷偷地跟着 不怕别人发现他 他是谁呢 是一个患了12年血漏的女人 血漏 就是 有血从子宫磷不断地流出去 12年的时间没有断过 可想而知 他的身体会虚弱到什么程度 不仅是身体的问题 想一下他 会是什么状态 多么痛苦 在过去那个时代 12年的时间 这个血漏的问题 没有解决 他很快就会 就会因此而丧命 为了医自己的病 他也用了很多的办法 找了很多的医生 也花了很多的钱 钱花光了 但是他的病 也没有见好 反而更严重了 反而比过去更严重了 医生并没有医好他的病 在这个 犹太人使用的 那个塔莫德经里面 可以看到 那里面有什么内容呢 可以看到 当时关于这个 血漏病的医治方法 那些方法都很玄 让我们看起来 这都是什么呀 什么 有的方法说 用生胶 加上白帆 然后捣成 捣碎了 再加上一种什么植物 然后喝掉 好可怕 让我们今天的我们想想 这能喝吗 什么 还有一种办法是 方法是什么 还有一种很可笑的方法 就是那个鸵鸟的蛋 鸵鸟不是很大的鸟吗 那个鸵鸟的蛋 把它焚烧掉 不就剩下那个灰了吗 把那个灰 放在一个袋子里 小口袋里面 然后放在身上 然后病就能好 这个要花很多钱的 就是有这样的说法 就那灰 能把血漏的病治好吗 让人不可思议 还有一种方法 是把这什么大麦 跟那个动物的变分 混在一起 这个什么动物呢 是必须是驴 而且不是一般的驴 必须是母驴 还不是一般的母驴 还得是白色的母驴 就这样 什么 说把它放在一起 搅在一起 然后放在身上带着 就能医病 这是哪跟哪啊 总之过去就是这样 所以在过去 对医生没有什么信赖 信不过 但是这些方法呢 会让人花掉很多钱 除了这个肉体上的痛苦以外 更让这样的病人 痛苦的是 他们会被这个世界冷落 会被这个世界 抛弃掉 没有办法过社会生活 人们会藐视他 不会让他 跟这个人 在这个社会上生活 为什么呢 因为在立位纪里面 可以看到 如果是女人 就是这种血漏呢 是不洁净的 血漏是不洁净的 那这个女人不洁净 她坐的位置 也是不洁净的 她躺的地方 也是不洁净的 她去过的地方 都会变得不洁净 不仅如此 哪怕是 如果她坐过的地方 谁把手放上去 那那个人 就会变得不洁净 然后谁再碰了那个人 那也会变成不洁净 其实是病好了 也不是马上就可以 正常的生活 还要等七天 然后得到洁净的判定 在祭司长那里 得到判定 然后在线上赎罪祭 线上祭司 才可以过正常的生活 而这个女人 她已经血漏病患了12年了 12年 这个数字代表的是一个永恒 就是她就好不了了 就一直是这样 过了十年了 她还没有好 这就代表她就完了 这样的人 她也没有办法去会堂 没有办法向上帝礼拜 她也没有办法与家人接触 也没有办法 见交朋友 即使是有丈夫 她也没有办法去碰她的丈夫 因为碰的话 她丈夫也会变成不洁净的 谁也无法靠近她 不敢靠近她 这个女人 可以说就是 永远就只能做罪人 就只是罪人了 所以 对她来说 人生没有任何的喜乐 她没有办法喜乐 她听了关于耶稣的风声 她就下决心要去见耶稣 她相信只有耶稣能救她 终于到了 有机会临到了 她就夹在众人中间 想要去靠近耶稣 她本身这样做 就属于非法的 因为有很多人 她这样的夹在众人中间 她就碰了别人了嘛 而且她还是一个女人 在过去 女人的社会身份是很低微的 你怎么能够夹在众人中间 出头露面的 想要干什么呢 但是她不在乎这些 还是去靠近主 就是一步一步地去靠近主 好不容易靠近了主 她摸了主的衣裳 她抓住了主的衣裳 她根本没有办法 能够与主面对面地 去讲什么 她能够做到的 就是想尽办法 摸住 摸主的衣裳 但她确信 哪怕是摸主的衣裳 也能得痊愈 她的这个想法 也是不同一般的 她想 哪怕我只要 只要我能够摸到主的衣裳 就足够了 哪怕不要 无法见到主 摸到他的衣裳就行了 就这样 在非常紧张的状态下 她把这当作自己人生的 最后的一刻 她伸出手来 她把这当作自己人生的全部 能够做的全部了 就是她是处在绝望当中 这个女人 她碰到主的衣裳 她便觉得自己身上的灾病好了 她一下子就知道了 啊 好了 真的好了 就这样她就 她就想要隐藏自己的身份 偷偷地 默默地离开 离开那个现场 那个时候 主 知道了有谁摸她的衣裳 并且 能力从她身上出去 所以主说 等一下 谁摸我的衣裳 门徒们听这话觉得很荒唐 谁摸你 众人都在摸你 还说谁摸我 这么多人 你都是拥挤着你 怎么还说谁摸我呢 这周围摸的能有几十人吧 主说 谁摸了我 我们怎么回答呀 主问的不是门徒 而是问那个人 到底 谁 是谁摸了我 那个人是谁 不是这众人 而是 那个摸我的人 是谁 耶稣就周围观看 就要见 做这事的女人 然后那个女人 知道在自己身上 成就的事 就非常的恐惧 占惊 她就来 伏伏在耶稣跟前 然后将自己的事情 就告诉了主 就把自己的事情 自己的情况 我 我真的是 我这个人 我的人生真的太苦了 我没有希望 你使用你是我的希望 我 我想只有 只要摸 哪怕是摸你的衣襟 我无法见到你 但是 没有这个机会 但是我只要摸你的衣襟 我想我就能得到医治 我相信 这个女人就这样的告白 然后 主耶稣就 很清楚的 说什么 女儿 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的回去吧 你的灾病痊愈了 这里说的灾病 原语呢 就是鞭打 鞭打 不是仅仅指着 哪一种疾病 这个鞭打 就包括 这个疾病 包括所有的 我内心的伤害 所有的痛苦 这所有一切都包括 在这病里面 你的疾病痊愈了 你的灾病痊愈了 福音书里可以看到 很多这样的 话就是 你的灾病好了 身上的灾病好了 耶稣说 女儿 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的回去吧 你的灾病痊愈了 这里说 你的信救了你 病好了就好了 为什么这里还说 你的信救了你呢 这个女人想到的是 肉体的疾病 而主看到的是 她的救恩 想到的是 救她 在马太福音那里 可以看到 耶稣说 女儿放心 你的信救了你 从那时候 女人就痊愈了 你的信救了你 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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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信救了你 就是我拯救你 主为什么要叫这个女人 回来呢 让她走也行呀 因为主对她 要做一件事 就是 你摸了我的衣裳 叫你病得医治的 不是我的衣裳 而是我 你要知道 是我 是我救了你 你觉得是 你摸了我的衣裳 所以得到了医治 但我要清楚地告诉你 因为你信我 所以是我帮助的你 我 是我帮助你 是我医治了你 是我叫你得到医治的 不是我的衣裳 不是我的衣裳 你不要想摸下衣裳 衣裳就能叫你好 那是什么搞魔术 不是这样的魔术 是我 叫你好的 是我的能力 临到你 是我医治了你 这宇宙里面 唯一的能力的源泉 是从我这里来的 主啊 还宣布什么呢 我喜悦你的心 我不仅医治你的疾病 我也拯救你的灵魂 我也救你 从罪里面拯救出来 这里的救 拯救 就跟耶稣 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是一样的词 你的信救了你 救就这个意思 就是我把你的灵魂 临到你灵魂的 那个咒诅 给挪走 因为你的信 是合乎我的 我喜悦你的信 我承认你的信 女儿 女儿 就这样 她与上帝成为了 一家人 进入到了 与上帝的这个关系里面 如果这个女人 就这样离开了 她会怎么样 如果主没有叫她 她会怎么样 你走吧 到别的地方去了 那这个女人 她身体会 身体好了 可能得到医治 但是 她可能会带有迷信的想法 哎呀 我摸了主的衣裳 所以 我的身体好了 那主 用过的东西 都有能力 可能会带有 这样的迷信的想法 但是主 清楚地给她讲了 是我救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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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并没有责备她 并没有责备这个女人 而是承认 承认这个女人的信 然后告诉她 这个女人 虽然用这样的方法 不是恰当的方法 但是对她来说 主是她唯一的希望 她迫切地需要主 她是想要活着的 想要活命 对她来说 这是唯一的方法 而且她也不怀疑 也丝毫不怀疑 自己必会得痊愈 所以主 喜悦她的这样的信 赐给了她恩典 医治了她 如果不给她解释清楚 那么 她 并能得医治 但却无法 无法得救 彻底地得救 但是主 让她进入到了 得救的门里面 告诉她 你不要误会 是我救了你 你想要依靠我得救 所以我喜悦你的信 你的信 非常棒 非常棒 就这样 主呢 对于这个女人的 盼望 给予承认 给予承认 承认她的信 这个女人的信 信的奥秘 并不是说 哎呀 碰到主 就能得到医治 不是这个 重要的是 她的渴慕的心 她没有希望了 只有绝望 但是她 以渴慕的心 带着唯一的希望 来到主面前 所以主承认 她的信 承认 她这样的信 你的信 救了你 平平安地回去吧 女儿 你的灾病痊愈了 所以大家 希望大家 能够把自己的一切 都唯独交给主 不要把自己的人生 交给自己 觉得我可以 要知道 如果没有上帝 我们只有灭亡 愿大家能够清楚地 看清自己的 现实 我们应该 以纯粹的心 圣洁的心 来到主面前 应该改变 悔改 谦卑 顺从 这样地站在主面前 不要攻击主的教会 不要藐视主的教会 主为了脱去 我们的咒诅 祂 为我们 为我们付出了 付出了一切 所以 我们要 有这样的 可慕主的 帮助的心 无论在什么时候 我们不要误会 是这个能力 在我 一直在我里面 而要想到 与我一起的 一直跟随我的是主 愿我们能够 向主显出信心来 哈利路亚 这时间我们一起祷告吧 上帝啊 我依靠你 除了你 我什么也没有 在我面前 除了你 我什么也没有 求你帮助我 我们一起这样祷告吧 我什么也没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父上帝啊 求您悦纳 今天听到的每一个灵魂 让我们圣徒们 都能够拥有 真实的信仰 唯独 切勿我们的主耶稣 拥有这样圣洁的 信实的信 也求主 在每个生活的现场 帮助我们的信徒们 让我们的教会 成为圣洁的与你同在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弥陀佛 在圣下的人生当中 唯独仰望主 我们又进到主的国里 在这个路上 我们要完全地信赖主 我们请大家站起来 我们一起来赞美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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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그 내가 촉하네 희망이 사라지고 친구 날 버릴 때 주께서 속삭이며 새 희망 주시네 싸움이 맹렬하여 두려웠던 때에 승리의 왕이 되신 소금성 들리네 그 은혜가 내게 촉하네 그 은혜가 촉하네 이 괴로운 세상 나 지날 때 그 은혜가 촉하네 헌민이 가득 차고 눈물이 흐를 때 주 나의 곁에 오사 내게 촉하네 그 은혜가 촉하네 이 괴로운 세상 나 지날 때 그 은혜가 촉하네 번민이 가득 차고 눈물이 흐를 때 그 은혜가 촉하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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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이 괴로운 세상 이 괴로운 세상 나 지날 때 그 은혜가 촉하네 그 은혜가 촉하네 지금 그 은혜가 촉하네 그 은혜가 촉 res